17日,一人艾成在卢州地铁站3号出口失足坠落,当场死亡,享年40岁。 据悉,16日晚艾成因心情不好前往老婆王瞳位于新北市卢州捷运站的住处。 不过,17日上午王瞳在意兰有工作,不能陪伴在其身边。 为此,特地请来两位好友陪老公聊天。 两位好友到来后,艾成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好友们还以为他在休息并没有打扰。 没想到上午时时许,艾成疑似从厨房后阳台坠落在捷运站3号出口,当场死亡未送医。 事件发生后,有媒体第一时间联系王瞳,对于老公失足坠落一事,王瞳似乎并不知情,很快挂断电话。 之后再打以无人接听。 而之后有媒体拍到王瞳妹妹现身事发现场的画面。 之后有媒体报道称,王瞳在李明依等好友陪同下抵达卢州分局做笔录。 艾成遗体已被移至板桥殡仪馆。 王瞳得知恶梢早已抵达殡仪馆处理丈夫后事,看到遗体当场泪崩瘫软,并说明丈夫生前情绪失控原因。 40岁的艾成是台湾知名男艺人,本名蔡艾成,1982年5月13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古近,是北七乐团主唱之一。 艾成是位很有创作天赋的歌手,早在她15岁的时候,就创作了歌曲《爱是如此不容易》。 年纪轻轻就在滚石唱片主办的全马明日之星比赛中,获得总决赛冠军和最佳演艺奖双料大奖。 在模仿方面,艾成也在模仿刘德华的大赛中获得总决赛亚军。 可以说艾成是一位天赋极佳,而且非常全能的歌手。 不仅如此,艾成还是位优秀的演员,拍过《风水是家》赋予子。 她的妻子是台湾艺人王童,虽然两人交往已经十年也结婚两年了,但一直没有举办婚礼。 两人还商量在九月份办婚礼,谁想意外却在这时发生了。 7月28日,艾成刚与娇妻王童庆祝了结婚两周年。 在这一特殊的日子,她发文称,大家都要像我们这样幸福。 夫妻俩在烛光前满脸都是笑容,安爱感一出屏幕。 艾成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爱是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也是最容易的功课,爱她吧,你就会得到永恒。 如今再来看她生前写的这句话,让不少粉丝失了眼眶。 纵使生活有百般不如意,但艾成觉得她和王童的爱可以抵消世间的万难, 她也很珍惜现在的生活,经常鼓励自己和粉丝好好活下去。 还原整起案件,艾成和王童共同在卢州捷运站这间共购大楼七楼租屋。 16日晚上,艾成因为经营的餐厅陆续收摊,状况就已经不太好, 不明原因精神有些混乱,无法和人对话。 今天早上教友间得知王童要工作,无法陪伴, 两名教友就主动前来,在王童家楼下和王童拿钥匙。 等到王童离开后,两名教友进入王童家, 当时艾成开门后就躲到家中的角落,状况不太好。 两名教友不敢入内,只敢在门口外用言语安抚。 结果不到一分钟,艾成突然往房间冲, 两名教友看到也连忙跟着跑进去, 但到房间的时候已经没有看到艾成。 王童表示,可能是艾成的个性比较内向, 很多事情都压抑在心里。 王童试着透过陪伴, 让艾成畅所预言的方式排遣心情, 隔天又找教友协助, 没想到仍旧无法阻止悲剧发生。 相关人士透露, 艾成其实在昨天就有通告, 不过因为状况不好就推掉了。 今天中午也有一个通告, 早上艾成经纪人还传讯提醒说要接送, 艾成也回答说好, 没想到最后一个讯息后就天人永隔。 说到艾成与王童, 两人爱情长跑十年, 然而在2019年时, 王童就被曝出跟童俊男星马俊林假戏真作, 介入他人婚姻, 形象全毁地他演艺工作全面停止, 有九个月没拍戏, 他则将这段时间花在教会。 王童坦言自己的确因负面新闻情绪低落, 也学到待人处事不能太热情, 要有界限。 至于被马俊林妻子提供侵害配偶权一事, 王童则低调表示, 关于官司多说多错, 现在一切都将有法院审理。 九个月来没细拍, 却还要背负台北二间房每月9.5万元房贷, 王童除了接零星通告, 业配外, 也卖掉位于高雄的房子纾困, 面对收入大不如前的状况。 王童说, 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 不行的话就再卖房吧。 王童与艾成于2020年7月登记结婚, 王童曾在直播节目中直言, 自己好像在一个机器人生活更抱怨艾成 不会主动关心伴侣的内心状态, 但对此两人都说只是沟通, 并没有要走到离婚。 艾成更出面道歉。 王童结婚两年来, 肚皮一直无消无息。 王童受媒体采访, 更提到自己为何不怀孕的二大主因。 结婚后很多人期待的就是什么时候生小孩, 这好像已经是台湾传统的观念。 对于大家的疑问, 王童受媒体访问时也回答, 我拍戏已经20年, 身体早就操劳烂了更说自己的惊妻, 只要没有按时服用药物就会不顺, 但如果持续用药, 就不容易怀孕, 所以必须先从调养身体开始。 王童与艾成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在交往期间都是无性生活。 艾成还曾经开玩笑说, 我还以为结婚后, 每晚会开心地翻白眼, 但王童也曾在直播上提到, 艾成是一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人, 八点半就准时上床睡觉, 根本没有什么夫妻生活。 除了需要调养好身体外, 王童也希望艾成可以更改一下木讷的个性, 不然到时候可能就要照顾大小孩, 小小孩加上还要工作拍戏, 这样会忙得不可开交。 也曾透露, 希望婚后两年内可以有小孩报道。 从14岁就开始拍戏的王童, 出道超过20年, 虽然日夜颠倒时常让身体感受到不适, 老公艾成也曾希望他不要再拍了, 但王童说, 我爱拍戏, 这是我的兴趣所以艾成也尊重, 但因为工作忙碌, 家务事就变成都是老公负责。 王童也坦言长期下来, 让婆婆对他相当不谅解, 以为他把艾成当庸人使唤, 但经过解释后婆婆也能理解, 再也没有疙瘩。 王童说, 医生劝他们, 房事上再稍微注意一下, 还是有机会有宝宝的他也提到, 许多人都以为艾成比较爱他, 其实是王童更爱他, 包含以前艾成想减肥, 王童都会帮他准备料理, 甚至有次在表演后台煎牛排给艾成吃。 结婚两年来, 因为艾成的个性比较木讷, 一度让两人缺少沟通而面临婚姻危机, 艾成就曾在节目中谈到婚姻细节, 坦言曾想过离婚, 不过分开的原因不是不爱, 而是希望对方更好。 艾成坦言自己的生活模式非常固定, 规律, 彭扶机器人一般, 在哪个时间该做什么事, 几乎不会改变, 像是即使外面下大雨, 到了该出门运动的时间, 还是会去做。 对于王瞳来说, 有时候会担心破坏他的生活节奏, 而避免打扰, 久而久之双方反而错过很多能沟通, 共处的机会, 甚至连一起吃饭, 散步也很少。 王瞳也透露, 甚至在结婚周年当天, 艾成居然八点半就去睡, 起床后自顾自地煮海鲜, 当下他忍不住传讯息, 我们先彼此冷静一下, 我觉得我们婚姻让我好困惑, 我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了什么结婚, 艾成听完王瞳的真心话, 低着头完全不讲话。 张云精则表示, 艾成有一天曾对他说, 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死了也没关系, 因为人生太无趣了, 张云精坦言, 当下听到很担心, 如果一个人对很多事情感到麻木, 没有培养对生活细腻感官, 变成一个无感的人的话会很恐怖, 他希望, 艾成可以改变自己, 学会把情绪表达出来, 享受生活。 艾成坦诚, 曾动念离婚, 也曾反省, 是不是只能一个人生活, 如果是, 那不要害人。 他透露, 与王瞳相处总有摩擦, 对方沟通, 情绪有时像八点当, 会让他重伤。 但艾成说, 我感谢他忍受我很多, 大家看到都是我很让彤彤, 但那只是外层的, 至于生孩子没进度。 艾成回应, 除了担心经济压力, 也是因王瞳觉得他的个性能当爸爸吗? 因此迟迟没有下一步, 但自己愿意改变, 会努力成为理想丈夫。 不过, 艾成这几年的事业发展的并不是很顺利, 投资西餐厅的他这几年亏损很多。 在17年, 艾成投资餐饮车子200万在台北的西门厅开了四家店, 本是想把自己家乡的美食推广出去, 但奈何理想很美满, 现实却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营业额减掉六成, 只剩下一家店还在运营, 但光是欠债就高达500万。 王瞳曾直言, 他看见这个数字就血压升高, 他也觉得老公苍老了很多。 高额的债务让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不难想象, 当16年的精神疾病再次复发, 对一个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更何况现在的欠债早已翻了一番, 很多钱都是靠借别人才能撑起来, 刚好又是一个人独处。 好友浮穷因透露前段时间与艾成聊天, 对方透露有几百万的债务要还。 而且, 艾成过去受访时透露自己曾因精神失控被送到精神病医院。 就在艾成出事后, 有媒体探访他开的餐厅, 正逢午餐时段, 餐厅基本上坐满客人, 不过, 老板艾成的照片已经被悄悄收到收银机旁边, 事到如今, 唯有揭探, 私人已逝, 还望王瞳节哀, 艾成一路走好, 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继续上映。